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樂池裡的圓影同在 好現在輪到帥狗要來開自己的黃金禮盒了 好緊張喔 不知道能夠開到什麼 因為其實我幫曹哥開的真的很不錯 所以我現在還蠻擔心的 對 就 好啦我覺得現在可以少去 就希望可以開到我自己想開的東西吧 那麼我們現在直接進入開卡的環節吧 Let's go Legendary Gold Box 好的我們現在來開箱這一盒 Legendary Gold Box 其實我在網路上看有人稱呼他為聖誕禮盒啦 那 好 大獎之前說過啦 就是龍騎兵黑魔島 但最近官方自己親自說 你想要真紅眼龍河非龍騎兵黑魔島 一定要真紅眼黑龍 這是很重要的官方宣布的官方NERF 所以各位要知道 不是我今天不是植物配真紅眼龍河 就可以馬上飛龍騎兵 沒有 如果你想要真紅眼龍河非龍騎兵 一定要有真紅眼黑龍 OK 那這個產品呢 他一共有四十幾張卡片 其中呢有 我算一下 好像有十幾張新卡 但是每一包都會有很多復刻的老卡 大概是這樣 好啦 再來就是 他有三個款式 有青眼白龍 黑魔島 真紅眼黑龍 那 你只要一打開就知道你抽到什麼 你的金卡 跟足隔板 都是他 帥哥呢 想要青眼白龍 但是 我已經有青眼白龍 黑魔島 耶 我等一下開完再跟你們說 為什麼我看到黑魔島會很開心 OK 那我們現在打開來看 現在這次的黃金禮盒 看起來已經有點 GREENGREEN的 就GREENGREEN的 是不是就沒有那麼純金 老實說沒有到很漂亮啦 我是覺得 好來看一下 黑魔島 產品呢就是金卡 其實他用這個塑膠套不太好 是因為 塑膠套比較容易上到卡片 那產品內容呢 金卡 你看他這已經有點壓痕了 然後 組合版 OK 解包卡包 龍騎兵就在裡面 另外說一下 我很想要槍管龍 另一個三頭槍管龍 跟那個 銀河眼超猩猩 不是銀河 跟紅利人超猩猩龍 我想要這兩張卡 好 然後裡面還有別的東西其實 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拿起來 這個是沒什麼用的 他有 給我們這個 這個很酷 這個厚版 這個跟你假卡片 就是 其實你特別喜歡的卡 可以直接供起來 就是像這個金卡 可以把它放進去 就供著 其實他 我覺得這盒 原價是一千五百一千六百 他給這個 六包卡包加金卡 再加上這個東西 是 我覺得很超值啊 當然現在已經被炒了 炒得有夠高 那就沒辦法 OK 我們把盒子放旁邊 先來詳細看一下 打量我們的金卡 這次的金卡呢 他印得是非常的精緻 而且大家應該有看到吧 很立體 拍得真是清楚 黑幕倒也是 然後 他這次金得比之前黃金卡 我覺得金得漂亮很多 摸上去的立體是很清楚的 就很清楚 那這個卡呢 原則上帥狗 我是不準備開了 因為就是讓有點 待在套套裡面 覺得非常的安全安心 好 來 來開卡包吧 六包 那 大獎 紅鑽的龍騎兵 每 每一包齁 每一盒都會有紅鑽卡 只是紅鑽是誰 就看人品啦 好 哇 好緊張喔 因為我沒有拿剪刀 我就直接手撕啊 第一次這麼暴力開 這 這種卡 好 希望紅鑽不要第一包出來 因為這樣太沒有節目效果了 好 復刻的銀河眼 共鑽 共鑽 一滴 喔 嚇我一跳 一HERO的新卡 恩 Well 恩 好吧 恩 我想說 哇 第一包就出龍河怪 難道龍騎兵又來了 沒有 並沒有 我想太多了 好 我們就把新卡 就一張一張排下來喔 別寫HERO 我覺得這次 王漾的新卡比較強 勁敵的卡其實也蠻強的喔 或者是三頭槍管也很強 另可怪呢有兩隻 所以 不是看到藍色就開心 好 這個復刻的流星 喔紅鑽 喔不 效果怪說紅鑽 不 各位這這幾包已經開成這樣 那是不是應該要給我那個了 是不是要給我 欸這沒開喔 是不是要給我那個龍騎兵啊 不給龍騎兵說不過去喔 好來 啊或是那個槍管三頭 我已經快要沒有機會了 喔不黑卡 喔不 希望南本 不 我的希望 我的希望啊 我的希望啊 我不 我快開完了各位 已經開三包去了我還剩三包 好再跟大家聊一下那個 有關遊戲王新規則的部分 因為我看論壇大家都是蠻爆炸的 其實我必須說 我覺得他這次的新規則只砍到 頂擺 跟Link過來 我是樂見的 因為這張舊的系統還是可以出來混 好我們繼續看卡片 等下繼續講新規則 喔下火怪獸 龍 喔 水 這盒 還可以 哇有這 有中之障就是爽啊 真的有中之障就是爽啊 雖然他被官方的官方規則Nerf 但是有中這張就是爽啊 又帥又強 爽 真的是爽 啊 舒服 雖然紅鑽開到你這個拉結 但是 可以 我覺得有這張就是可以 好剛剛講到規則的部分 因為 現在遊戲王的新規則就是 要踩到Link 就是要踩到之前的額外格的怪獸 只有Link怪獸 跟 領百怪獸 所以呢 我覺得這真的是限制 嚴重破壞遊戲王平衡的兩個系統 嚴重影響遊戲生態的兩個系統 就是Link跟 擺盪 但是我覺得擺盪才是真正比較過分 破壞遊戲王系統的東西 好 真紅眼融合 誒 霸 白色 不 流星龍 啊 啊 好啦 就是大家記好喔 你想用真紅眼融合非 可以龍騎兵的話 請無論如何都要搭配我們的新 搭配我們的真紅眼黑龍一起服用 好 OK OK 最後一包啊 真是假的 3 誒 我是不是少一包 還是他原本就只有5包 我少一包吧 哥 沒有 我沒少誒 這只有5包啊 我記得6包誒 真假的 喔不 不 只有5包 不 山頭羌龍 紅蓮超新星 給個 求你 求你 保育獸 藍色的 不 沒錯 啊 這張還有一點用度 啊 不 呵呵呵呵呵 不 我這六包沒錯啦 沒錯 啊 啊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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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營的卡沒開到啊 好啦各位觀眾 其實這盒齁 以龍櫥來看是開的真的很不好的 就真的非常的不好的 呃為什麼我剛剛前面跟大家說 我不在乎這盒是黑魔導還是 還是 陣魂的黑龍 因為 帥哥其實已經 入手了三盒 那我必須說 我 在我手中開的一共開了四盒 那四 我開到龍騎兵的是二分之一的機率 然後我已經有黑魔導 白龍跟真魂黑龍的盒子了 所以 開到誰我都已經無所謂了 呃 嘖 好我開了三盒都沒看到超紅蓮 就是超猩猩龍 很猶豫跟那個三頭槍管龍 反而是幫那個貓腳的朋友 操作開開的真的比較好 好啦 好啦 我知道大家看得很爽 當然我很不爽啦 呵呵呵 OK 那在結束影片之前 我還是在跟大家說明一下 目前遊戲王的新規則 因為 哀鴻遍野啦 但我覺得 對於喜歡玩 融合啊 超亮 或是同步系統的觀眾朋友 真的不用太難過 因為我覺得他這次的新改動 是對我們是友善的 因為只有Link過來 跟0百的怪獸 出來特造 一定要採額外格 不然我們喜歡的這些系統 是不需要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打同步 超亮 融合的觀眾朋友 其實 你是拔掉Link規則的限制 對於老牌 對於一些老的系統來說 真的是好事 那動畫我就真的不說啦 動畫就 好不好看我暫且不提 但是 光是少了高橋河西的臉 就是遊戲王人物 長得再也不像是 高橋河西設計的人物 我覺得這個對我 這種老觀眾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然後 之後演繹能不能正常發揮 還是只能持續觀望 反正 遊戲王這次的大改版呢 我只能說 對於玩家來說 可能是件好事 那動畫真的只能觀察 因為現在他所有拿出來的東西 都不是那麼的 讓人滿意啊 那至於新卡框設計 我說過我不是很喜歡 但我還是 暴使的真的拿到之後 拿雙玩的時候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你在遊戲過程才能真正了解 你喜不喜歡那個卡片設計 那之前說的話 都只能當作 我們看到的第一心得 所以我還是對這個IP 抱持一些期待的 好啦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啦 希望大家看得很爽 好 我相信你們看得很爽 我自己是很 嗯 OK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See you 好